大家好,这是零度解说 首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视频频道 今天这期视频 我们主要来说 今天微轮正式公布Windows 11这个系统 并跟大家说一下 如何第一时间免费 升到最新的Windows 11这个系统上 昨天晚上 我也是等到莫迈时间在凌晨1点多 看完微轮的整个发布会的直播视频 了解到最新这个系统的相关信息 虽然这次Windows 11系统 比前代添加更多的功能 但是它体积却检测了40%左右 微轮的官方也表示 这是Windows系统迄今为止最安全的版本 现在我们就来简单过一下 在这个微轮的发布会上 他们到底介绍了这个Windows 11的 哪些新功能 哪些新亮点吧 可以这么说 正是这个Windows 11系统的这个UI设计 确实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 新的logo 新的壁纸和新的图标 Windows 11的这个logo 变成这个方式的这个填字 更输出的圆角设计 五套新壁纸 每一张都非常精彩 部分图标也是重新绘制的 比如这个挥收帐 各类文件夹等 任务栏也有很大的变化 Windows 11系统 将这个开始菜堂栏和任务栏 都聚中放置了 有一种这个MegaOS的即使感 开始菜堂栏取消了这个磁贴设计 取下带质的是 软件库 搜索 任务仕图等应用 而且均采用这个卡片的样式 悬浮于这个任务栏的上方 而且最新的系统上 大量运用这个圆角设计 还有这个毛玻璃效果 Windows 11的各种大小窗口 和这个按钮 都使用这个圆角举行边框 看起来确实很舒服 而且这种毛玻璃的效果 运用的最多 尤其在这个暗黑模式下 这种系统的精致感 可以做大化的体现出来 当然光好看可不行 必须还得好用 通过这次发布会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Windows 11系统 围绕着生产力 确实下了不少功夫的 推出了许多新的 而且好用的功能 可以让这个系统 释放更多的生产力 比如第一个就是这个 Snap Globus 也就是跨照组 用户可以将 正在使用的应用程序 整合为一个群组 这些应用窗口被整合以后 可以同时最小化到 这个任务栏里 你也可以一键恢复到这个原有的布局 而且非常方便 第二个就是提供了更好用的虚拟桌面 用户现在可以创建多个桌面 并制定这个壁纸 主题颜色等 将学习 工作 游户分割开来 并且这次这个Windows 11这个系统 提供了更加友好的 这个外接显示器功能 在电脑和外接显示器 断开连接的时候 外接这个显示器上的应用程序 会自动最小化到这个任务栏里 但两者再次连接的时候 它可以自动恢复到明亮的样子 不得不说笑的是 在这次全球疫情期间 这个视频通货的需求 大幅上涨 微轮也描述了这个特殊需求 将这家这个Microsoft Teams 集成到了这个Windows 11的任务栏里 也就是Windows版的Facetime 当你点击这个应用的图标 就可以显示产业的联系人 可以一键视频聊天 或者建立着视频房间 当然你可以发送去信息 或者各类文件 无论对方用的是什么设备 只要下载安装了这个Microsoft Teams应用 就可以实现互联 非常的方便 之前在Vista系统上 出现过一个后来又消失 这个VGS的小部件 这次在Windows系统上 又重新归来了 但也是重新设计的 而且支持第三方的应用程序 有点像这个安卓和iOS的意思 点开以后 屏幕左侧会伸出一个 几乎占据半屏的毛玻璃卡片 用户可以制定这个组件的内容 并排序 你只需要登录这个微软账号 就可以使用了 而且这个Windows系统 这次还提供这个 更为优化的分屏操作功能 多种排列的方式 操作非常便捷 只需要右键全屏化的这个按钮 或者将这个关标 移动到它的上层 稍作停断 就可以触发这个分屏机制 分屏的方式 会受到这个屏幕的分辨率的影响 也就是说 高分辨率的屏幕 可享受更多的分屏方式 在我们之前体验过 这个Windows系的预览版镜像的时候 我们就察觉到这个微软 对这个平板市场的重视了 果然啊 在这次发布会上 微软用了这个小篇幅 来续用这个Windows系触控板体验的进步 不管是这个Snap Groups 还是重新设计这个图标或者空间 都增到了这个交互的乐趣面积 让点触更加容易实现 同时为这个Surface机型 引入了更为丰富的触控板的手术动作 拖动窗口 放大或者缩小窗口 分屏都变得更加简单 在配合这个触控笔使用的时候 会有一系列的震动和音效反馈 绘画或者书写的时候更有真实感 并且这个重新设计这个Windows 11的虚拟键盘 多种设计的样式和输入方式 总有一款是适合你的 而且这次这个Windows 11最大亮点 莫过于这个系统支持这个原生的安卓应用程序了 用户可以在Windows 11应用商店 或者这个亚马逊的APP应用 下载安装这个安卓应用程序了 Windows 11借助这个Intel BlueYT技术 可以让这个安卓应用程序 直接在这个基于这个X86的设备上运行 也就是说在这个Windows系统上 你可以直接运行这个安卓应用程序 这可以比在这个系统上 通过这个虚拟机运行这个安卓应用程序 可流畅多了 游戏一直是微软Windows系统上的 基石之所在 这次这个Windows 11系统 也带来一系列的监控游戏技术 可以让你的PC硬件 潜力充分释放出来 这对于游戏玩家来说 绝对是个好消息啊 最新的Windows系统 提供了三大技术的价值 第一个就是这个Delicate X10i Automate技术 可以让玩家在高增率的模式下 实现更具沉浸感的画面体验 第二个就是这个直通传输技术 目前已经在这个Xbox X和X系列上运用了 游戏可以连过这个CPU 直接载入到这个GPU里 从来可以大大提升这个游戏的加载速度 而且这个Windows系统 这是提供了个原称的Autom HDR功能 这是一个比这个HDR更加宽广的色域 和更深入的色彩空间 可以这么说 这三个功能都是游戏玩家的服役 那么这个最新的Windows系统 什么时候可以再现免费升级呢 从下周期 这个微软家通过这个预览体验渠道 提供这个Windows 11的预览体验版 微软家会为这个符合提供这个Windows用户 提供这个免费的再现升级 如果你不确定你的电脑是否符合直接在线免费升级的话 那么你可以进入这个Windows 11的官方网站 进入这个网站以后 我们往下拉 在这个检查兼容器的下方 我们点击下载应用程序 下载以后 我们点击打开 然后我们勾选它的学义条款 然后点击下一步 通过这个应用程序 大家可以检测出你当前的系统硬件 是否符合在线免费升级 如果你的电脑硬件不符合的话 那么接下来我们通过另外一种方法来进行升级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我之前这个安装的教程 也在这个视频右上方谈出个链接里 通过它的ISO镜像来进行安装 因为它的正式版到目前还没发布出来 如果你现在就想体验一下最新版的Windows 11系统的话 那么我记得大家可以通过这个虚拟机来安装 这个虚拟机软件还有这个Windows 11的ISO镜像文件 它们的下载地址 到时候我会给大家跳到这个视频下方 我们先下载这个虚拟机软件 好 这个虚拟机软件下载以后 我们点击打开安装一下就可以了 安装完成以后 我们打开这个虚拟机 当然安装完这个虚拟机以后 你要把这个Windows 11这个ISO镜像文件给它下载下来 它这里面提供了这个不同的下载地址 到时候大家选择一个适合你自己的网盘下载地址就可以了 下载以后 它会在你电脑上出现这样一个Windows 11的ISO镜像文件 现在我们在这个虚拟机上安装这个Windows 11这个系统吧 我们点击左下方这个文件 然后点击里面一个新件虚拟机 然后点击下一步 这个安装来源我选择第二个 安装这个ISO镜像文件 然后点击浏览 找到我们这个Windows 11这个系统的ISO镜像文件 然后选择它 然后点击打开 然后点击下一步 接着我们点击下一步 然后这个虚拟机名称你可以从命名一下 Windows 11 接着我们点击下一步 这个磁盘大小 我们就按它这个默论的60G就可以了 然后点击下一步 点击完成 因为这个Windows 11它最低的这个内存配置是4G的 所以我们把这个内存改成这个4G吧 当然如果你的自身的这个内存比较大的话 比如说你有16G或者32G 那么你可以把这个虚拟机内存改到8G 才会更流畅一点 最后就按这个4G的内存来给它做演示吧 点击确定 好 最后我们点击启动下这个虚拟机 启动以后它会在这个页面稍微卡一段时间 你就拿先等待一下 好 这样的话它就开始安装这个Windows 11系统了 然后后面的安装步骤 大家就根据它的提示来进行下一步安装就可以了 整个安装过程大概需要半小时左右 好 安装完成以后它就开始启动这个Windows 11系统了 然后进入这个系统 我们把这个虚拟机最大化一下 好 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虚拟机上安装这个Windows 11系统 但是目前这个系统它有个问题啊 就是它对着中文的语言啊 它目前知识的不是很好 所以我才建议大家在这个虚拟机上进行安装 提前体验一下就可以了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